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咯 大家好 频道 我是KuI小FoMEN仔 今天呢 先不要理多上这这样乱的东西啦 我主要介绍的东西就是 这一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OTG Cable 它这个是一个 嗯 叫什么 Female 的USB 然后这个是一个Jack的头 Micro USB的头 然后 它可以 连接去你的电话吧 通常所有USB的东西都可以连接去你的电话 首先我们就来讲 主 你要什么啦 首先你要有一家电话咯 而且你电话是要支持OTG的 你可以去你的电话的website那边 它的support那边或者是那个specification那边会有写 它是否有没有OTG这个function 有的话你就可以使用了不能就没有了没有办法 然后 首先就是有一家电话 从一个这个还有一个 你要的东西 就像我们这边准备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的之前开箱过的exportcontroller 另外一个就是mouse 如果你有keyboard的话你也是可以连接的 首先 我们就把你要连接的东西我们先是mouse 就把mouse这个插进 连接下去 之后就连接到你的电话 OK 看到吗 那个mouse直接亮起来 然后那屏幕也会亮起来 然后我试看调暗点 然后我试看调暗点 然后我不懂你们看不看啊 然后我们把那个视角 转到去我们的那个电话上 然后我们的mouse 有一个滑鼠键 然后呢 你看到我现在是在弄着这个肉 那个画面的那个 就跟着转 然后你也可以开去任何一个app啊 这样讲 就 啊 就这个 你看我们进到来过后我们可以 然后 如果出回去就按中间这个button 你就可以出回去了 然后mouse就是这样简单啊 然后 第二个我们来试我们的controller 然后我们就随便找一个游戏就 X4吧 我按它照样可以用 广告吗 不要提供广告给我啦 直接开始 其实这个OTG我是觉得很好的发明 没有错很好的发明 为什么这样的讲呢 你电话在以前的话是很难做到 要快速把你的Pen Drive 诶之前不是有出过的东西 嗯 那个一边是Pen Drive的头一边是那个什么的头嘛 那个Microletic 然后那次东西就是你的Memory 现在你可以自己一个Pen Drive 可以随时引药几时都可以 好我们不讲讲东西先看我们的Game 这些 哇老 what 怪怪 哈哈 蛇撞 Q也太爽 喂 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试玩游戏啦 哎呀 就想要告诉大家你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电话是否有这个功能 有的话 就很好啦 我主要介绍今天是为了介绍这个东西给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就like share和subscribe啊 今天的video介绍video就到这边 拜拜